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街头小吃探险》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一味蕾探险,丽江朝尔快的多彩风情 二烟火气息,贵州苗族的酸汤鱼 三甜甜圈的街头演变,台南古早味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味蕾探险,丽江朝尔快的多彩风情 各位时尚探险家,今天我们要一起踏上一场味蕾的奇妙之旅 目的地是中国云南省的丽江,一座古色古香的城市 不仅以其迷人的自然风光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客,还有一样东西 能让你的味蕾跳起华尔兹,那就是丽江朝尔快 首先,让我们来解开尔快这个词的神秘面纱 尔快,云南方言称之为尔克,是一种用米粉制成的食品 形状类似意大利的Naki,默契 但比它们更加柔软,更能吸收周围的风味 在丽江,尔快不仅仅是食物 它是一种文化,一种传统,一种将米的温柔转化为满足感的艺术 《朝尔快》,这道菜的制作过程堪比一场戏剧的演出 首先,尔快要经过水的洗礼 被主制外表微微泛起光泽,内心依旧减燃 接着,它们将被投入到一个热气腾腾的大锅中 与各种食材,如新鲜的蔬菜,香辣的辣椒,鲜美的肉类 一同翩翩起舞 在炒锅的高温和厨师的巧手操控下 尔快吸收了这些食材的精华 变得色彩斑斓,风味多样 但是,丽江朝尔快的魅力不仅仅在于它的味道 它还承载着丽江纳西族人民的智慧和历史 每一口耳快都仿佛在讲述着古城的故事 每一次咀嚼都像是在戏品历史的沉淀 而且,你知道吗 在丽江,朝尔快不仅仅是一道菜 它还是一种社交媒介 当地人汇聚在一起 围着一大盘朝尔快,边吃边聊 分享生活的点点滴滴 这样的场景,让朝尔快不仅填饱了肚子 更温暖了心房 所以,亲爱的朋友们 如果你有机会到访丽江 不妨去尝一尝这道具有多彩风情的朝尔快 它不仅仅是一种美食 更是一种体验,一种旅行 一种能让你的味蕾穿越时空 感受云南深厚文化底蕴的奇妙之旅 记得,品尝的时候要细细品味哦 因为你不仅是在吃尔快 你是在品味丽江的历史与文化 是在与那西族的古老灵魂对话 Bon Appetit,或者说,开饭了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烟火七夕 贵州苗族的酸汤鱼 各位亲爱的历史味蕾探险家 今天我们要一起跳进时光机 穿梭到中国西南的多彩贵州 去探索一个既古老又活力四射的美食 苗族的酸汤鱼 首先,让我们来点地理小常识 贵州,这个多山的省份 不仅是中国的酒水库 嘿,茅台酒可是这儿的土特产 还是多民族的大熔炉 苗族,作为当地的主要民族之一 他们的影视文化 就像是一部活生生的历史教科书 每一页都散发着浓郁的烟火气息 说到苗族的酸汤鱼 这可不是随便一条鱼 随便一锅汤那么简单 这道菜的制作过程 简直可以比作一场精心编排的舞台剧 首先,得有一条新鲜的鱼 最好是刚从清澈的山泉里游上来的 然后,就是那个让人垂涎三尺的酸汤 这酸汤不是开玩笑的 它的制作可是有着严格的传统工艺 需要各种野生菌菇 酸竹笋,酸菜等天然食材 还得经过一段时间的发酵 才能酿造出那种酸酸的 带着自然香气的汤底 接下来,就是将鱼和酸汤 进行完美的融合 这时候,苗家大厨们 就像是古老巫术的传人 他们用独特的烹饪技巧 让鱼肉在酸汤中慢慢煮熟 吸收了汤里的所有精华 这个过程,既是一种烹饪艺术 也是对自然恩赐的一种尊重 吃的时候,你会发现 这酸汤鱼不仅仅是一道菜 它几乎是一种文化的体验 那酸汤的味道 鲜美中带着一丝丝的酸爽 仿佛在告诉你 关于苗族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 而那鱼肉,嫩滑而富有弹性 每一口都能感受到 山水间的清新与纯净 最后,让我们来点幽默 想象一下 如果苗族的酸汤鱼 参加美食界的奥斯卡 它绝对能够拿下最佳自然风味 和最具民族特色两项大奖 而且,它的粉丝绝不仅限于人类 据说连山中的野生动物 偶尔也会被这诱人的香气吸引 想要来尝一尝 当然,这最后一点 我们还是留给那些 勇敢的野生动物美食家去验证吧 总之,苗族的酸汤鱼 不仅是一道美味的菜肴 更是贵州苗族文化的一个缩影 它让我们在品尝的同时 也能够感受到 那份古老民族的智慧 和对大自然的敬畏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甜甜圈的街头演变 台南古早味 各位亲爱的甜食爱好者 圆润可爱的美食,甜甜圈 但我们不是要谈论那些 在现代连锁店里闪闪发光 五颜六色的甜甜圈 而是要追溯到台南街头 那些带着浓浓古早味的甜甜圈 首先,让我们穿越时空 回到那个没有网红 没有Instagram的年代 在台南的小巷弄里 有一种简单却 又令人难以忘怀的美味 古早味甜甜圈 这种甜甜圈 不像今天的甜甜圈那样高调 它们通常只有简单的糖霜 或是一层薄薄的糖衣 但却有株令人怀念的传统风味 在台南 这些甜甜圈 往往是由街头小贩制作 它们的摊位 不需要多么华丽的装饰 也不需要花哨的灯光 只需要一个简单的摊车 一口热油锅 以及一颗对美食的热爱之心 这些小贩们 是真正的甜甜圈大师 它们的手艺经过时间的淬炼 每一个甜甜圈 都是对传统的致敬 当你走在台南的街头 你可能会闻到一股诱人的香味 那是甜甜圈 在油锅里 嘶嘶作响的声音 那是糖衣 在空气中飘散的甜蜜 你跟随着香味 找到那个摊位 看住小贩熟练地 将面团投入油锅 那些圆圆的小生命 在油中翻滚 最后变成金黄色的美味 这些古早味甜甜圈 它们不仅仅是食物 它们是台南街头文化的一部分 是记忆中的味道 是过去与现在的桥梁 每一口咬下 都像是在品尝历史的甘甜 那是一种 无法用言语表达的满足感 当然 随着时代的变迁 这些古早味甜甜圈 也在悄悄地演变 或许 它们开始尝试新的口味 或许它们的外形 开始变得更加多样化 但在这些变化之中 那份对传统的尊重 和对美味的坚持 从未改变 所以 下次当你路过台南 不妨寻找那些 藏身于街头巷尾的 甜甜圈摊贩 让自己的味蕾 去体验一场 穿越时空的美食之旅 谁知道呢 你可能会在那里 找到你的新旧时代 最爱的甜甜圈 并且在品尝的同时 也品尝了一段台南的历史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谢谢大家收看 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 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 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